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太夸张 有民众发现有印尸丢弃在西中追查后发现竟然是藏仪社做的 一名网友在爆料公社爆料指出她是名人生18周的流产妈妈 本月27日在大理仁爱医院安排失败 把未成型的胎儿交给医院合作的藏仪社安葬 藏仪社告知会替宝宝请师父送金并申葬 收取3500元费用 没想到过没几天藏仪社的人登门拜访 向这位网友的老公跪着道歉 他们将我的宝宝装箱丢弃在大理仁大康乔西中 被民众发现后报警 要我先生原谅他说他们会好好帮我的宝宝做法会超度什么的 网友报警后做笔录才知道 12月27日上午 因是被一名中年男子在钓鱼时发现 该民众表示他觉得奇怪 水上漂浮一个箱子 为什么箱子上有莲花图案 才把它捞过来打开看 发现有玩具与娃娃 并发现有一个小婴儿遗体赶快报警 而追查到后 才发现是网友的宝宝 网友痛批 该医院表示他们与该礼仪社合作很久 而李仪社说明他们是打电话委托一名人力仲介处理 人力仲介请丢弃宝宝的年轻人处理 但他质疑医院都没有责任吗 其他人一个个委托别人 藏医社业者一点专业与责任都没有 宝宝被随便丢弃也不清楚 不是很夸张吗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 人爱医院表示 依规定18周排尔是以医疗费器物处理 24周才需要相验 但许多家属希望以处理人的后事方式处理 基于人性考量 才会委由合作的藏医社处理 只是没想到藏医社把胚胎丢进河里 院方已被怀宝局开罚 也决定与藏医社解约 警方表示 该且案件发生在27日清晨 一名民众在钓鱼时 发现一个疑似未成型的小婴儿尸体后 立刻报警追查后 发现是被弃制的婴儿胚胎 涉型丢弃的王姓藏医社人员工称 应赶上班 随手才把装置胚胎的池箱丢进河里 感谢观看